日岁下午五鹤茶区茶树旱灾问题 经过地方农政单位勘查向上提报后 7月7号农委会也正式列为天然灾害现金救助范围 日岁乡公所随即受理查农申办 也呼吁受灾的查农减负相关土地证明的文件资料 在7月17号以前到乡公所农官可完成申请 上周经过了地方农政单位现场勘灾 并提报争取农委会天灾救助案 7月7号获得中央公告启动救助 今天相公所一接获公文就即刻启动 受灾查农受理申请作业 日子乡五鹤台地的茶产区因气候异常在五鹤气候车站 今年6月份全月的雨量仅有29毫米 而且30度以上最高温度田数多达28天 再加上五鹤台地现有的灌溉水源有限 导致了茶树因寒沉灾 现在中央也公告启动天灾现金救助 救助额度为每公顷五万元 茶叶的一个旱灾 那经过我们县府各单位 用最快的速度 然后做成一个决议 那昨天也得到我们农委会的核定 所以今天我们公所跟县府也召开了一个说明会 那希望我们所有符合我们这次茶叶灾害的所有的茶农 可以在7月8号到7月17号这段时间到公所来申请你的灾害 带着你的基本资料来 我想公所也会尽速的来做这个处理 那希望这个灾害的一个补助 能够对我们的产业有多多少少一点的补助 如是香茶树和在救助受理期间 自即日起到7月16号只共计10天 历假日仍照常受理 请符合资格的农友 尽速携带相关这笔文件前往相公所申办 预期将不予受理 记者是韵兰瑞瑞瑞采访报导 请问幸福建讯